字幕 李宗盛 大家都想自己安樂窩看下市井 其實除了新的設計之外 傢俬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 這裡有齊日本泰國生產的傢俬 究竟倫製有甚麼分別呢? 一起去看看吧! 其實在這裡都有日本和泰國的傢俬 其實兩隻有甚麼大分別呢? 最主要是日本的傢俬 你會看到它的技術上比較講究 包括它的入筍技術 或是曲目的技術 是一些日本品牌才會做到 而泰國的傢俬反而在設計上 或是在意見上比較大膽 用色上也會鮮艷一些 以日本來說 做傢俬是一個飛驊高山的地方 那個地方除了一個比較好的森林 木材它所製造的傢俬品牌 都比較講究 包括它的技術和用的木材 都比較講究 如果泰國方面 用木的元素相對會少些 他們亦都會用一些鐵的元素 效果下去就會比較工業風些 而日本梳化比較少出現鐵的元素 講究一體成型 線條出來會漂亮些 另外日本人生活習慣上比較常坐地下 梳化普遍矮身一些 日本製造的傢俬都有梳化廠 開合容易操作 梳化底還可以儲物 用盡所有的空間 另外還可以選擇潑水布料 就不怕整濕難清潔了 如果跟一個儲物櫃同樣尺寸 其實價錢上有幾大分別 始終如果日本製造和泰國製造 價錢上都會有一定的分別 大概會是四至五千元左右 如果日本製造的櫃來講 他們比較喜歡用一些沒有露軌的設計 即是全入筍的櫃桶設計 因為它可以令到整個櫃桶 是一個真空的狀態 儲物會更加好的 當你關了一個櫃桶的時候 它會是第二個一個氣壓的原因 就會令到第二個櫃桶彈出來 泰國牌子的櫃 他們可能比較多的部分 是用露軌和機器去造 加上它的人工成本上真的會低一點 除了它們技術方面 其實用料上會不會有很大的差別 日本牌子上的櫃桶 通常會用一隻銅木的石木去造 而木的表面上 會比較多木種去選擇 泰國的話它就比較單一 只是用橡木 日本製造的伸縮桌 和我們本身傳統那種 其實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你看到這張伸縮桌 它開的方法是比較特別的 傳統的伸縮桌 你會看到在桌的中間 打開然後擺一塊板 其實往往來說 都要用兩個人的力量 或者要一點時間才開到的 或者開完都不想關上 但現在這個設計 它是伸縮的長度比較多 以及其實一個人幾秒鐘都已經開到的了 剛開始這張伸縮桌的時候 它都想盡量偷輕它 偷輕它 它就用了一個甲板 用針木在這個設計 長遠來說 它的路軌就不會承受這麼重的力量 以及不會變形 另外在腳的位置 它都做了一個輪圓的隱藏座 所以伸縮的時候是非常之方便 現在在香港多了很多人找這些 巴桌的設計 如果說巴桌設計的話 泰國的牌子就會比較多款式去選擇 泰國牌子它就喜歡用這個美國的橡木 如果說深色來說 它會在這個橡木上做一個索色的工序 如果它是一個淺色的橡木上染色 其實它的價值是否比這個胡桃木便宜一點 沒錯 變相也會有兩種顏色的選擇 給客人選擇 如果說是實木傢司的話 當然你要檢查整體上 它會不會是因為搬運的過程 導致一些撞到的損傷或者粒陷 傢司是有一些開合櫃或者是櫃桶 你就可以試開回去 看看它的結構上是否順暢 因為在運送的途中 可能會有冷縮結障的情況 導致零件都會鬆了一點 但是這個我們可以自行扭回去 就已經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了 其實香港的潮濕 大家用木傢司都是想見 傢伙可以更低一點 其實有沒有些方法可以耐用一點 建議也可以在潮濕的天氣開抽濕機 或者開對流窗可以通風一點 如果傢伙真的用了一段時間 發現它的防水能力變差了 或者木上面比較乾的話 可以用一些市面上買到的 Wood Food 或者是天然的木蠟 我們就可以用它的刷 然後把Wood Food 在打圈裡 其實塗上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已經會深色了少少 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來的